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钻头的认识 那今天所介绍的钻头呢,是我们几种比较常见的在加工厂或是我们在DIY的时候比较会用到的一些钻头 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去入门了解钻头,以及说这些种类呢,它有哪一些的尺寸,以及它的用途是什么 那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种类,我们要怎么去认识跟分辨它呢 那要怎么做,我们继续看下去咯 首先呢,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钻头 那钻头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呢,叫做钻尾 这两种名称都可以 那它大致上呢,是长这样的形式,是一个圆柱形的 那在圆柱形的尾端这里呢,是没有螺旋形的 那主体大部分呢,是有螺旋形的地方 那螺旋形的侧边这里呢,会有一个斜角 这边是一个类似刀的样子,它可以做一个切割来做钻孔的动作 那这里,我们没有螺旋的地方呢,就是用来夹持它的 像是手持式的电钻 或是是车床、洗床都可以把它固定住 固定完之后,做高速的旋转呢,我们就可以做钻孔的动作 那在前端的头这边呢,会呈现一个120度 那有时候呢,我们前端如果钻孔钻久了 它前面的这些刀呢,有可能会崩坏 那崩坏之后呢,我们可以拿去像是研磨机呢 把这个前端的头给它磨一下,磨完之后就可以再继续使用了 所以如果我们的钻头不小心从这边断掉了 其实这边呢,把它磨成这样一个头型呢 我们还是能继续能用的 除非它这边的螺旋形都没有了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去使用了 或者是说这个螺旋形太短了 我们钻孔的深度比较深的时候,没办法钻 这样子也不能用 所以一般呢,我们在钻头不小心断掉的时候 基本上磨一磨,还是能够去使用的 它这里,它的螺旋形呢,是有什么用途呢? 主要是两个地方 第一个呢,是在钻孔的时候,排铁靴用的 铁靴会从这两个槽呢,跑出来 第二个呢,是我们在钻可能比较大的孔的时候呢 那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需要加切消剂 那切消剂呢,我们从上端这里加进去之后 切消剂就会这样流流流 流到这个孔位里面,做一个冷却的功效 主要是这两个方式呢,来辅助它的 那这里呢,先让大家去了解一下 等一下来介绍了其他种类的钻头 以及它的用途是什么 接下来呢,来介绍的是钻头的尺寸 那钻头呢,它的尺寸非常的重多 那小的话,从1mini或是0点几的都有 大的话,大到几十mini的也都有 那这里呢,特别是一些小数点的 那这些钻头,通通都有 它非常的多元 像是10.1,10.2 或是4.2,4.3等等的这类的 只要是你有需求的 基本上,这些钻头通通都有 所以,我们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钻头呢 它的尺寸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它大致上都是长这样的形式 那这里呢,一般在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是尺寸的话 它会在这里有刻字 所以我们可以从尾端这个地方 可以看出说它的尺寸是多少 大致上都会有标示的 另一种呢,是比较大一点的 像这里,这个我是画它是 FY-20的一个直径的 那这里,一般我们比较大型的钻头呢 它尾端这里会变小 那像这样子,一般钻头是这样子 那,如果是比较大的 这边它就会缩小起来 主要是这样的形式 那这里呢,它的功用呢,都是钻孔 那它的尺寸呢,大致上呢 就是有这种分辨 因为有时候呢,我们是配合着 我们要所附的螺丝 或者是我们要公牙的孔径呢 所以会搭配了不同的钻头 来去辅助它了 那这边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咯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平头钻 那平头钻这边呢 它的用途就是,有时候我们钻孔的时候呢 是没有钻贯穿的 可能是钻一个深度 那那个深度呢,我们可能在前端的地方 希望它是平面的 那这时候就会用到平头钻 那有时候平头钻呢 也可以使用洗刀来做一个取代 有时候洗刀它也是长这样的形式 差别在于它 这边细节的地方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那这里呢,像是什么东西 像是我们沉涡螺丝 我们沉涡螺丝在索附的时候呢 有时候它的孔位 是需要去沉进去的 那我们有时候就会用到平头钻 来去辅助它的 那这里对于螺丝的地方 如果不太了解了你可以到 螺丝的认识路门篇去了解一下 什么是沉涡螺丝 那大致上就是这样的形式 平头钻比较常用在的是 孔位是没有钻贯穿的 会用到这种形式的 那这边让大家去了解一下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 扩孔钻 那扩孔钻呢,前端就是这样 它是有点像 刚前面所介绍的一个 平头钻,那前端呢 有预留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头 那这里呢,它就是会 有一个扩孔的功效 我们在钻的时候呢 中间会先钻出一个孔 那在往下钻的时候 它会从侧边这边挂出来 挂一个大的洞 好,因为一般我们在钻孔的时候呢 我们要从尺寸比较小的孔径 开始慢慢钻大 假设你要钻一个坏20的孔位呢 我们一开始可能是使用 坏3的孔先钻 钻完呢,可能再换成 坏5,坏7,坏9,坏10,坏12 然后慢慢的增加,增加到坏20 一般会这样去做钻孔的动作 不太会 一开始呢,就是用坏20去钻的 一般这样的话 你在钻孔的时候呢,会 比较难钻,以及说我们钻出来的孔位 也会比较不准确 所以我们钻孔的时候 通常都是由小尺寸 慢慢增加到大尺寸 用这样的形式 那这个,扩孔钻呢 就是,它可能就是有这样的需求 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更换钻头的时候呢 比较花时间 所以呢,就会衍生出这样的一个形式出来 所以呢,它假设 这个是坏10的 坏10的呢,它就直接用这一支 去把它钻出来 而不是呢,用了两支 三支钻头钻出来的 所以用这样的形式 我们可以结成一些工序 那这个形式呢,它也长得有点像 有的木工会用到的一个钻头 也会长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这边呢,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咯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中心钻 那中心钻呢,在我们在加工的时候是 几乎是都会用到它的 那中心钻呢,它有两头 那两头的用意呢,就是 如果我们一端呢,它的这个 柄呢,崩坏掉了 我们还有另一端可以去使用的 那这里我们夹齿的就是 没有螺旋的地方这里 那这里呢,它就会键缩 那键缩起来,我们来看到 这边的尺寸是比较小的 所以呢,我们中心钻 一般呢,会使用在哪里 我们如果是加工件 像是铁管 铁板,或是铁块 像这类的,我们一开始 画好线或是定位好位置之后呢 都会使用中心钻 先钻出一个孔位 那钻出这个孔位就是 辅助我们未来呢,更换更大的孔位的时候呢 辅助它的一个位置 这样子我们钻出来的孔位 会比较准确一点 那这里,像是车床的尾座呢 也会使用中心钻而已 非常常使用到的 那你如果对于车床不太了解呢 你可以到车床的认识入门篇那边呢 有详细的解说 以及洗床的认识入门篇 这里都会有详细的解说 那我们车洗床是非常常使用到中心钻的 那它主要的用途呢 就是来定位用的 那这边让大家去参考一下咯 车生肖怎么没有驴子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 阶梯转 那阶梯转这里呢 就是衍生出我们 剛剛有提到说 我们在转孔的时候呢 需要更换多种尺寸的转头 像是如果你要转比较大的孔位的时候呢 我们要从最小的尺寸 慢慢的更换 更换到你想要的那个孔径 那这个阶梯转的用途呢 就是方便我们不用去更换转头 那这里通常会做的是六角柄的 那我们就把它夹持完之后呢 我们看这里它是阶梯式的 那最前端这里的尺寸是最小 然后越来越大 那基本上它侧边这里呢 也会刻上它的尺寸 那比较多,比较常见的呢 是两个号码跳一个尺寸 像是4,6,8,10,12 像这样的一个形式呢 把它做出这样的阶梯式出来 所以我们在转的时候呢 一开始它会转呢 假设这里是M,坏4的 那再转下去呢 就变坏6,坏8,坏10,坏12 所以这样是非常的方便的 我们就会省去了很多 我们在转孔的时候呢 去更换它的一个时间 以及说 我们这一支呢 阶梯转呢 它就等于好几支转头的结合 所以我们也节省掉 我们收纳以及空间 是非常方便的 那有一些呢 它会做成是螺旋式的 那给各位看一下 像这样的形式 有些阶梯式的转头呢 也会做成这样螺旋式的 就有点像转头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这边让大家去参考一下 那阶梯转呢 它有一些规格 有一些更大的 以及更小的 那就是也是 用途都是一样 就是要让我们 轻松的去做转孔的动作 不用更换那么多次的转头 那这边呢 让大家参考一下 最后呢 来总结一下 关于钻头的种类的认识 那这里所介绍的呢 就是我们在加工厂的时候 比较常见的钻头 以及说 我们在用车骑床的时候 会运用到的 比较常见的是这样的 那还有一些 钻头的种类呢 是没有介绍到的 像是水泥的钻头 或是在木工使用的钻头 以及说我们有时候呢 会钻比较大的孔位的时候呢 会有一种叫云碎句的 它也是钻头的形式的 那这边也都没有介绍到 那主要呢就是 因为要带大家入门呢 所以介绍一些 比较基本 比较常见的 带大家来了解 那你如果有特殊的要求 特殊的需求呢 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 那这样呢 会对你的学习 会比较有帮助的 以及说 有时候呢 我们会运用到 脚孔刀 那也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以及有一些钻头呢 它是一个 可以调整尺寸的 你可能有些特殊的尺寸 可以去调整它的时候 也有这种 复合式的一个钻头 那这里呢 让大家去参考一下 那今天的教学呢 就到这边为止了 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